最热门的新闻 最深入的探讨 焦点探索 这些公民权利跟政治权利等等议题 有不少改善空间 而我们由此要来探讨中国大陆 在领导人习近平上任之后 智力有哪些特色 此外中国大陆和美国关系 有什么样的变化 我们特别邀请大家大学 美国研究所教授陈一新观察探讨 非常欢迎陈教授您好 是每年美国对于中国大陆人权 多所批判 那么我们先来谈习近平打击贪腐 是外界高度关注 那么展现他大道阔斧的决心 在司法制度或审判方面 您认为有没有更进步呢 应该是有相当效果 这个打击贪腐 虽然有人认为 可能他有时候对于自己人比较宽宗 对对手或者是政治敌人比较严厉 但基本上来讲 打贪腐贪腐还是有一定的成效 是这份报告是认为 习近平上台之后 他掌握党政军三权议题的 强势领导贪腐案 在党纪先审的不透明程序 才交给司法系统背书 认为是有烂群情况 但是老师您的观察呢 在司法方面当然也有一定程度的透明度 但是有些案子就是比较没有公开化 比如像薄熙案子就公开化 东勇康案就显然不够透明 所以这个不够透明的审判 可能在美国看来也是有一定的问题 那么这个是以美国的标准来看待中国大陆 那中国大陆会这么做 老师您认为是有什么样的考量呢 我想中国大陆的司法方面已经有些进步 所以美国人权报道更可以把这个标准稍微提高一点 虽然不能完全用西方标准 但至少是可以以其来大陆进步的一个角度来看 那么我想大陆多少一个改进 是那么在这份报道当中 也对于少数民族还有新闻自由 集会结社还有涉及公民权利 跟政治权利方面也有一些期待 希望能够改善多所抨击 老师您的观察呢 比如说在新闻自由方面 是是 新闻媒体方面大陆大陆 在最新一年多来的 新一年上台之后的一年多来 管束的比较严格 那么很多媒体都不能在固定的时段里 播放固定的新闻 不能够由自己的意志来 尤其电视台更是受到官方的激励的控制 另外在新闻媒体上面也不能够自我的 自我意志来报道 要是要配合官方的尺寸 是那么以中央广播电台为例 我们的节目呢 也没有办法完全在中国大陆了 让听友们能够接收到这样的讯息 那么在报告当中也特别点明 一些讨论包括台湾跟西藏的网站都遭到封锁 那么在有关民众集会结设方面 我想会提到这个 台湾民众也许会比较有感觉的是 像台湾有太阳花的血运 或说民众有集会结设自由 中国大陆在这个部分 老师您的观察呢 我想这个大陆的集会结设还是不可以的 不可能 不要说是台湾的对面大陆不可以 就连新加坡这很多都是有问题的 其实在这个情况下 台湾还是华人最为民主的一个地方 至于对这个少数民族方面的治理 习近平刚上阵的时候 开政协人大两会的时候 在北京这个天安门广场的 这边就发生一些撞车 老师有什么观察呢 当然对少数民族这里大陆还是比较开放的 不管大多有五十六个少数民族 当然他对少数民族的 因为少数民族能也不多 那么他在这方面的管理上面 还是容许某种程度的自治 至少不会交 不对大陆政权有敌意 他们基本上还是比较开放的 但对于华人为主的这个社会 他们当然管制非常严厉 不过习近平上阵之后 有发生了几起 有关可能是少数民族的 一些暴乱的事件 老师你怎么样来看这样的社会事件 有些少数民族的暴乱 尤其新疆 维吾尔族 这些都比较可能会暴乱的地方 另外其他地方 大致的少数民族 西藏也会有一些 但基本上来讲 就是江汉藏这两个地方 比较麻烦一点 其实其他地方的少数民族 我看 比如说我现在到了 旁边山区的北朝鲜的 北朝鲜的少数民族 是是是 最后要请教老师 就是有关中国大陆跟美国之间的关系 那么习近平上阵以来 那么也多次有提到 中国大陆跟美国 正在发展新型大国关系 那么最近 如果以最近的一些 两国之间的局域 就是在南海主权问题的 这样子的一个拉锯 老师您的观察 中美两国关系 目前是呈现什么样的情况 中美两国关系 最近在南海前四五月的时候 是比较严重 但是香港里边会一直到 最近的看刚结束的 中美战略 及经济对话 那么显示出 美国也不可能说为了 少数一些国家的海洋的主权 就跟中国大陆打仗 他们现在还在积极策划 如何协商 谈判有关避免基建擦撞的协议 所以说这方面 虽然会有一些问题存在 但是还不至于影响 因为还有两国之间 还有其他问题 比如说网络安全的问题 另外还有像南海 东海的争议问题 另外一些制度上的问题 都还没解决 但是也不影响这两国的 其他方面的合作 当然有些朝核的问题 是非常困难的 伊朗核武问题 那么中国到底 也不见得会支持 但是中央还有很多领域 可以合作的 包括气候问题 包括双方如何建构 新领大国关系 虽然大家都有意见 但是还是在朝合作的方向发展 所以说应该是来 中美关系来讲 有他们的战略的互移 但是也不妨碍 他们一些地区的合作 不过像这份人权报告一公布 因为长达有148页 大陆必然会有所反弹 但是基本上来讲 对于它的人权攻击 事实上由于大多数的事实 美国也没有特别去裂造事实 所以中央大陆可能 也只有慢慢的去改进 而且中央大陆对美国的人权 它也有批判 美国的人权当然 总有很多 包括最近黑人 请黑白的冲突 警察滥用 请权力等等问题 那么中央大陆一定会打输和输 最近也有有关美中台三边关系的相关的牵动 就是美国邀请台湾参与军演 老师的看法呢 美中台三边关系的拉锯又是呈现什么样的情况 基本上来讲 美国对台湾最近几点特别的拉拢 主要就是因为美国在平安政策 台湾仍然是重要的一个支点 当然日本南韩海乡 贝里宾越南 这都是重要的支点 台湾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支点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来看 美国拉拢台湾是一个非常正常的情况 中国大陆当然有上次 总三母总部总三母长 放三农区的时候 也是对这个事情有批评在美国 还是照样会做美国认为该做的事 所以总而来讲的话 刚才老师您有评论 就说美国国院在照例公布年度的人权报告 对中国大陆人权多所批判 但是他们在很多议题上还是合作的多 所以还是斗而不破像这样的一个情况吗 还是呈现什么样的情况 就算还没到要破的地步 双方不是说一定会不破 但至少目前双方都没有准备好 也没有准备要破 所以说大家都还可以维持一个大致相安的一个局面 不至于说是斗了就立刻破 破了美国叫为盟国打仗 这个都还不至于 事实上是不是非斗到底不可 也是现在美国的学界 政界也有很多争议认为 那非斗到不可的是过去的一种看法 现在可能双方 可能继续长期维持一个斗而不破的局面 也不是不可能 要看双方如何处理自己的关系 以及处理如何对待盟国或者伙伴的关系 看来是非常的错综复杂 有待后续进一步来做一些观察 那么在今年下半年的时候 习近平也要访问美国 到时候我想也有很多议题 也会值得我们进一步的观察 老师您觉得大概有哪些议题 一会议题大概就是 包括9月份的西欧会 是最重要的议题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结束之后 就是西欧会 西欧会应该看看 第一有值得观察的 就是台湾问题的方法在里面 因为台湾正在面临选举 所以大陆非常关切 美国也不能够假装没看到 所以说大陆的要求是 让人把台湾问题摆在西欧会的内容里面 另外看看两国是不能够签署 这个地面基建插状的协议 所以非常重要 假如没有成功 网络安全公论 大概不容易在西欧会前达成 事实上之后几年 可能都不容易达成 因为网络 所以也不能够 美国不会同期全球监控 大陆不会放弃骇客 所以这个基本的道理 是 好 非常谢谢老师您所提供的观点 好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 谢谢大家大学美国研究所教授陈一新 针对美国国务院今天所公布 2014年各国人权报告当中 有关中共大陆人群现况 以及最新美中关系的发展提供观察 非常谢谢陈教授 谢谢您